冰心攻击过林徽因 但是也被别人攻击过 比如我们最熟知的民国小说家张爱玲 张爱玲曾说过 拿我和冰心等人相比 我无法引以为容 人们如果把我和苏青民国女作家 代表做饮食男女等放在一起 我倒是很乐意 但是冰心却很不喜欢林徽因这样 她为此还写了一篇名为 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文章 来对林徽因和沙龙上的那群人冷嘲热讽 这篇文章很有名也很有意思 在文中冰心描述了沙龙上的诗人 如何效仿西方绅士亲吻林徽因的御手 如何浪漫热情的说话 出口成诗 以及如何引经巨解 动不动就是舒本华 妇女论 能出席林徽因家里的宴会的人 一个比一个牛 什么徐志摩 胡适 金月林 沈从文 而他们的出席 似乎都是为了衬托林徽因 林徽因很喜欢这种被众人环绕的感觉 有人曾评价她 喜欢热闹 喜欢被人称献 从林徽因在沙龙上的高谈过论 我们就可以得知了 这些人中不乏一些杰出的女性 比如张爱玲 冰心 林徽因萧红 丁玲 石平梅等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将一些这些女作家中间 发生过的几个小故事 冰心说林徽因做作 张爱玲等人说冰心卖弄 林徽因知道这篇文章的时候 人还在山西 于是她就顺道带了一瓶山西的老神醋 让人送给了冰心 文章极尽嘲讽之能事 就差点名骂林徽因是个做作的女人了 是冰心人生中少有的一次尖酸刻薄大爆发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的小说 总的来说是凛冽的 冷酷的 她喜欢苏青 我们也就知道苏青的文风如何了 而他们的敌人冰心从文风上来说 正好是他们的反面 描写一个美好到近乎完美的世界 张爱玲提到的这位苏青女士 也曾评价过冰心 相比张爱玲的评价 她的评价就有点刻薄了 她说 我从前看冰心写的诗和文章的时候 觉得她写得很美 但是在后来看到她真人的照片那么难看 却还常常卖弄女性的美 便对她的作品再也没有兴趣